剛剛我們在這邊做好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前景 有沒有 各位前景看好 我們剛剛有用過背景的嘛 對不對 那到底什麼是叫前景 在這裡按一下 你增加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邊多了一個時間軸跑出來了 圖層跑出來 你就可以來這裡按一下 這是它現在新版本增加功能 也就一般我們都只在背景做文章嘛 但是你要下雪要雲 你看雲就給它飄過去了 這樣有感覺了嘛 知道什麼叫前景了吧 所以進來了淡出 如果你還有需要其他的 你就再增加進來 要放天燈了 聖誕節到了有沒有 內容溢出 內容溢出 他就沒有那個時間長度的那個限制 你看 超過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在這邊滑動一下 有沒有 聖誕節的就出來了 簡單吧 對不對 所以 還是那個道理 範本範本範本 可是呢 我們的範本 不要是只有套用了之後 就只能用那個感覺 你的現在學會的叫做什麼 你不覺得我們今天都在玩數學嗎 你們沒有學過一個叫排列組合嗎 你現在資料庫很豐富 我怎麼排 是不是就可以拼湊出不同的感覺 不同的結果 對吧 雖然素材不是你做的 但是你會拼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 那如果呢 你是比較屬於需要像字幕型的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用的是標題字那種概念 那如果你是屬於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我今天要介紹科普類的動畫 我們一般字幕 你覺得會出現在哪裡 下面 是不是在下面 對 所以如果你是這種的 不要那麼麻煩 還要這樣打 然後再對齊 這樣你會類似 這裡有沒有個叫字幕 只要你用了這裡 把你要的字打出來 把它打出來 你看一下 點進去 一樣的 我把我的文字放進來 等一下 點到它 放進來 好 放進來之後呢 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是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自己去用 那個語音合成自己做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裡不用那麼麻煩 有沒有發現 直接就試聽了 啊 語音配置 還沒選 我看一下 語音配置 有沒有要選一下 你們要聽誰的 唐老鴨 唐老鴨 唐老鴨在哪裡 過頭了 在後面 唐老鴨是怎麼講 是嗎 所以試聽一下 你也可以 你輕鬆做的 MOTION VLIFIC 動滑設計師 好這樣有感覺 所以如果你就會喜歡 你看喔 我就按保存囉 各位 你看到這裡 這裡 有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它這裡還有一個東西 欸 這裡沒有打開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聲音 對不對 他就幫你做在一起啦 你也不用對呀 欸 預覽沒看到 你可能要 我看一下 喔 在這裡 有沒有 他連這個聲音 順便幫你做好了 我可能要拉開一點點喔 看到了 所以你如果進來了 進來了 我們就把它放到這邊 這樣子 你在做這個 魚 喔 因為他要講很長 講到這裡 所以 拍了一下 你也可以輕鬆做這個 MOTION VLIFIC 動滑設計師 欸 啊 這個是小新的 哈哈哈哈 另外一個 沒有 沒有在這邊 可能被我擠到後面去了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了吧 所以 等於說你在建字幕的過程 是不是連語音都幫你配好了 對不對 這樣 就比較輕鬆 所以這裡有兩個 給各位參考一下 來 還給你 給你